这是韩国影史上评分最高的一部复仇《悬疑神作》 某伴近30万人打出了8.3分的逆天高分 影片上映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导演挑战欲更是凭借此片一飞冲天 不仅包揽了当年韩国三大上所有的最佳导演奖 还拿下了第57届嘎那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以及第24届香港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 一跃积身成为国际一线大导的行列 然而这部获奖无数的影片却因为题材原因饱受争议 至今仍有许多国家把它列为永久禁播的限制集影片 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的犯罪复仇电影 故事开始于韩国首尔的一个警局内 一名中年男子因为酒后闹事被抓到了这里 男人名叫吴大秀 是当地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今天是他三岁女儿的生日 本来他买好了礼物准备回家 结果因为喝多了酒 半路上跟人打了起来 最后被抓到了警局 幸亏好兄弟阿焕冒着大雨及时赶到 这才将他从警局里保释出来 出来后两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可就在阿焕打完电话后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还在他身后的大秀竟然凭空消失了 阿焕急忙开始四处呼喊寻找 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地上只留下那个大秀给女儿买的生日铃 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 在一所私人监狱 大秀从一个门洞里探出了头 原来他并没有死 自从那天在电话亭外消失后 他一直被人囚禁在这 而且这一关就是两个月 大秀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 到底自己是得罪了谁 而对方的目的又是什么 人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 在这间没有期限的牢房里 大秀每天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日三餐顿顿都是难以下咽的尖角 房间里仅有的那扇窗户也是假的 唯一可以供他娱乐的就是那台破旧的电视机 但里面永远只能看健身美食和新闻这三个频道 为了防止他长时间压抑产生精神疾病 牢房里每天都会定时释放出一种催眠毒气 以此来强制让他入睡 这天大秀再次被毒气迷晕 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 帮他打扫干净房间并修剪了头发 随后又从他的手上取走了一管血液 本以为这只是对方的一次常规操作 没想到第二天大秀在电视里看到了一则新闻 他的妻子被人杀害死在了家中 而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他的毛发和血迹 显然无不失踪的他成了警方最大的怀疑对象 这个消息顿时令大秀如梗在喉 他瞬间感觉到无数只蚂蚁从身体里蜂拥而出 绝望的他只能选择自杀来解脱 可是尝试了好几次 最终都被人给救了回来 大秀终于明白 关他的人并不想让他死 只想留在这里慢慢折磨他 他渐渐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既然死都死不了 那不如试着努力活下来 就这样 被关了整整两年的大秀开始重新振奋精神 每天对着强打拳锻炼身体 将自己在监狱里的生活记录下来 为了不遗忘时间 他以一年为一个单位 用沾了墨水的铁丝在自己的手上刻鞋 不知不觉六年过去 这天他的监狱生活终于迎来了一个转机 负责送尖脚的人搞错了筷子数量 在他的餐盘上多放了一根筷子 这让大秀瞬间看到了希望 因为有了这根筷子 他就可以凿破墙动实现越狱了 于是他开始每天用筷子抠墙 然而筷子的凿墙效率极低 稍有不慎就有折断的风险 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在大秀被关的第九年时 他终于抠开了墙上的第一块砖头 这令他兴奋不已 瞬间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动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大秀每天除了继续打拳和写日记外 其余时间都在奋力地抠砖凿墙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 他都切而不舍地坚持着 直到这天 他终于成功挖通了外墙的砖头 而此时距离他被关那天 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 久违的雨水令大秀兴起若狂 看来再有不到一个月 他就能重复自由了 可就在这天夜里 当大秀被迷晕后 一个穿着旗袍的催眠师走了进来 他坐到床边说了一些咒语 接着轻轻晃动了手中的摇铃 等大秀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出现在一处废弃大楼的楼顶 外面久违的阳光显得格外刺眼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用筷子挖了十几年 最后竟然是被关他的人给放出来的 显然他的逃跑计划 早就在对方的掌控当中 而关他的人 就是要让他感受这种 徒劳无功的痛苦和绝望 但大秀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一蹶不振 如今的他已经家破人亡 眼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找出幕后黑手然后复仇 夜里他来到一家日料店门口 看着鱼缸里游动的鲨鱼 他的饥饿感顿时涌了上来 这时一个乞丐突然靠到他身边 将一个钱包和一部手机递给了他 之后便起身离开了 尽管这个操作令大秀一点懵圈 但他总算手头有钱可以吃饭了 可就在他刚坐进日料店里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大秀终于听到了那个神秘人的声音 挂断电话后 大秀的怒火早已按捺不住 他抓起盘子里的活章鱼 大口大口地生吞了起来 但很快他就晕倒在了桌上 原来长期以来的毒气刺激 已经让他产生了倒点晕睡的条件反射 等大秀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女料理师的家里 女孩名叫美道 他无意中看到了大秀的牢房日记 瞬间被他离奇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而且和大秀一样 美道在孤独悲伤时也经常会看到蚂蚁 这让他对大秀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于是他决定帮大秀一起去搞清楚真相 经过多方打听 美道成功问出了大秀女儿的下方 自从大秀的妻子被杀后 女儿就被一对瑞典夫妇领养了 可好不容易得到了女儿的住址 此刻的大秀却退缩了 他决定要先找出那个关他的神秘人 将对方碎尸万段 否则他没有脸面去面对自己的女儿 然而在偌大的城市里 想要找到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谈何容易 大秀只能从找出那间牢房先行入手 虽然他并不知道牢房的具体位置 但他却在那里吃了15年的尖角 那种味道令他终身难忘 而尖角是由一家叫青龙的餐馆配送的 于是他和美道把城里 所有带青龙字样的餐馆都列了出来 然后开始一家一家的吃 可吃了几十家之后还是没有找到 就在两人都有些泄气的时候 大秀突然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这天美道和一个网友正在视频聊天 大秀感到好奇走了过来 不料对方看到他后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 并且还问他这15年在牢房里过得怎么样 随后便匆匆下线了 显然此人一定和关他的神秘人有关 尽管美道坚称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但大秀还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美道的家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不久之后大秀终于找到了那个配送尖角的餐馆 原来是一家叫紫青龙的中华料理店 顺着店里外卖小哥的送餐路线 大秀一路狂奔尾随 最终他成功找到了那个 关押了他15年的地方 这里是一间十分隐蔽的私人监狱 专门帮人秘密关押犯人和仇家 而关押时长则根据客户支付的金额来计算 为了问出关押他的人是谁 大秀把这里的监狱长给绑了起来 接着二话不说 用铁钱直接拔掉了对方的几颗门牙 监狱长见状也只能乖乖开了口 他并不知道关押大秀的人是谁 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 他们从来不当面交易 不过监狱长还是留了一手 他把跟客户的通话都偷偷录了下来 随后在监狱长的配合下 大秀成功找到了自己的那盘录音带 可当他准备离开监狱时 外面的打手却将这里团团包围了 昏暗的走廊里双方瞬间展开了激战 凭借在狱中多年来的打拳锻炼 大秀在人群中杀尽杀出 即便身上被刺中竖刀 他最终硬是爬起来将所有人全部赶紧 成功从监狱里出来后 大秀全身上下已经被鲜血尽头 没走几步就倒在了人行道上 这时一个好心的小伙子赶紧把他扶了起来 随后将他送上了一辆出租车 可就在大秀刚说完谢谢后 小伙子突然将头伸进了车窗 才有了我得送 大秀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关了他15年的神秘人 当大秀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美道的家里 尽管美道帮他包扎好了伤口 但大秀并不信任他 趁美道睡着时 他来到好兄弟阿焕的网吧 失散了15年的朋友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随后他们根据那盘录音带 开始分析神秘人到底是谁 然而想来想去却始终没有结果 他们只好在网上继续寻找线索 这时突然一个网名叫长青的人 主动邀请大秀聊天 对方声称自己就是那个关押他的神秘人 大秀忽然想起这个长青之前 在美道的好友列表里也出现 他立刻回到美道的家里 对美道进行了言行逼问 可就在这时 阿焕突然打来了电话 他已经查到了长青的地址 大秀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长青就住在美道家的对面 他来不及多想 拎着铁钱独自一人冲了过去 没想到对方在这里早已经等候他多时了 长青正是那天在路上遇到的小伙子 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是神秘人的身份 并表示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 如果大秀能在五天内找出真相 那他就会主动自杀 否则的话大秀和美道都得去死 愤怒的大秀本想一了百了 可长青却拿出来一个开关 上面是控制他心脏起搏器的暗铁 他说只要大秀不遵守游戏规则 那他立马就按下暗铁自杀 这样大秀就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真相 显然长青抓住了大秀的心理 大秀知道在杀死这个变态之前 他必须要弄清楚真相 不然他怎么向女儿解释这15年的悲惨生活 临走前长青提醒大秀 美道此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大秀听后立刻向美道家里狂奔 果然那个监狱长带人劫持了美道 为了给自己的门牙报仇 监狱长决定把大秀的牙全都拔下来 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 长青身边的白发保镖突然出现 他带来了满满一大箱子的钞票 让监狱长在这五天内 不要再找大秀的麻烦 监狱长见状只好选择了拿钱离开 然而大秀此时却不准他走 因为他刚才摸了美道的胸 必须要留下那只手才行 监狱长听后根本没有理睬他 大摇大摆地带着人离开了现场 而经历过此事后 大秀终于不再怀疑美道 两人的感情也越发浓烈 他们在一家旅馆里尽情地释放欲望 可就在他们睡熟时 门缝里却再次飘来了毒气 只见长青带着面罩走了进来 不仅拍下了两人激情后的照片 还在桌上放了一个紫色礼盒 大秀醒来后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装着监狱长的一只手 这让他越来越搞不懂 对方到底要干什么了 不过通过这件事 他倒是确定了一点 那就是他和美道肯定被人跟踪了 两人立刻来到一家电子城 在他们的鞋底果然发现了追踪器 拆掉追踪器后 他们又找到了阿环 这次他们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有一个名叫长青校友会的网站 主页上居然是大秀和阿环高中时的母校 大秀和美道立刻驱车赶过去 在图书馆里他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校友名册里有个叫李佑震的人 正是那个神秘人长青 而名册上还有两件事十分可疑 一个是上面有个叫李秀雅的女孩 照片的头像居然被人给剪掉了 另一个是名册里夹着一张发廊的传单 传单的背面和那个礼盒的图案竟然一模一样 显然是有人故意把他放在这里的 大秀赶紧将这些情况告诉了阿环 问他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阿环虽然不认识李佑震 但他对李秀雅这个名字却非常熟悉 原来李秀雅和阿环是同班同学 阿环说当时他在学校里的名声特别不好 大家都传他是一个放荡人 后来因为受不了同学们的议论 没过多久就跳河自杀了 一聊起这些八卦往事 阿环口中不经满满的讥讽至此 殊不知此时李佑震就坐在他的对面 而李佑震其实就是李秀雅的亲弟弟 他将一块光盘一分为二 然后用力地朝阿环的脖子上一顿猛炸 直到对方再也无法动腾的一局 阿环的死让大秀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 当务之急他一定要把美刀保护起来 他找到那个监狱长 希望能让美刀暂时躲在他的私人监狱里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为李佑震砍了监狱长的手 所以监狱长果断接下了大秀的这个委托 随后大秀通过那张传单找到了一家发廊 发廊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他 原来当年他也在那所高中读书 可老板娘告诉大秀 李秀雅并不像传言中的那么放荡 他其实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女孩 而他自杀也不是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真正让他自杀的原因可能是他怀孕 见大秀还是一脸的茫然 老板娘只好打电话向闺蜜求证 问他当年的传言到底是从谁那传出来的 这一问不要紧 还真问出了与大秀有关联的信息 原来当年散布传言的人就是阿焕 而阿焕则是从大秀那里听来的 随着发廊的门铃突然响起 大秀儿时的记忆瞬间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真相也就此慢慢被揭开 时光回到了大秀还是高中生的时期 由于他第二天就要转学了 所以周末他一个人来到学校里闲逛 这是一个长相文静的女孩也来到了学校 女孩就是当年的李秀雅 但大秀并不认识他 两人在长凳上聊天 很快李秀雅就说有事匆匆离开了 无聊的大秀开始在教室里瞎转悠 突然他看到李秀雅和一个男孩 跑进了实验室 于是他立刻跟了上去 透过窗户他看到两个人 在屋里追逐打扰 之后男孩竟然脱下了李秀雅的内骨 就在两人暧昧之时 李秀雅突然发现了正在偷看的大秀 大秀见状慌忙逃离了现场 转学前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好兄弟阿焕 并叮嘱对方不要到处乱说 没想到阿焕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女友 最后弄得全笑皆知 不久之后李秀雅就跳河自杀了 而当时那个男孩正是他的弟弟李佑震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时间也刚好到了约定的第五天 李佑震之所以选择这天作为最后的期限 也正是因为这天是姐姐李秀雅的忌日 美道劝大秀就此巴掌 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就不要再往对方的火坑里跳 不如他们两人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地方 可大秀并没有听美道的建议 他执意要去找李佑震复仇不可 殊不知正是这个决定 让他彻底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根据李佑震之前说自己住在高塔的描述 大秀找到了全城最高的那栋大帽 果然在这里他遇到了李佑震和那个白发保镖 三人若无其事地乘着电梯来到了最顶层 屋里的小弟们见状立刻对大秀发动了攻击 可他们根本就不是大秀的对手 很快就被一一制服倒在了地上 然而此时的李佑震却在淡定的沐浴更衣 丝毫没有理睬大秀的行为 按照当初两人的约定 只要大秀在五天内搞清楚真相 那李佑震就要主动自杀 大秀把自己调查的结果都说了出来 而且看到屋里墙上的照片 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上面居然有李秀雅自杀那天在河边的照片 这就说明当时李佑震已在现场 所以大秀大胆猜测 李秀雅可能并不是死于自杀 而是被李佑震推下河的 对于大秀的推测李佑震并没有反应 他接下来给大秀讲述了 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也将电影正式推向了高潮 原来在大秀被放出来后 所有的一切都是李佑震安排好的 他让催眠师同时催眠了大秀和美道 当大秀在日料店里接起第一通电话时 美道的催眠也正式启动 所以他们后来所做的每件事 包括两人从相互喜欢到最后上床 都是按照李佑震的指令来进行的 而他之所以要费尽心思策划出这一系列的事 答案全在桌上的那个礼盒里 大秀上前打开礼盒 发现里面放着一本黑色相册 相册中是他女儿儿时的照片 可当大秀一点一点往后翻时 他的心瞬间就像被刀剿了一般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原来美道竟然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而这才是李佑震真正的复仇计划 大秀顿时相风的一样向李佑震充决 可却被白发保镖挡住了去 两人当即扭打在了一起 大秀趁乱用剪刀刺中了白发的耳朵 这让白发瞬间失去了理智 根本听不到李佑震让他停手的命令 没办法李佑震只好一枪将白发干掉 因为他的复仇还没有结束 现在的大秀还绝不能死 此刻在美道的面前 摆放着一个和刚才相同的礼盒 原来监狱长也是李佑震计划的一部分 他用一栋大楼换了监狱长的一只手 从而成功骗取了大秀的信任 把美道留在了私人监狱 大秀急忙拿起电话呼喊 让美道千万不要打开盒子 为了祈求李佑震的原谅 大秀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 可他越无助 李佑震就笑得越开心 无奈之下大秀只好捡起地上的剪刀 用手紧紧拽住舌头 接着咔嚓一下 亲手将自己的舌头剪断 这也算他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做了一个了结 见此情形李佑震也忠于良心发现 在电话里吩咐监狱长 不要让美道打开盒子 一切似乎都已经结束了 可就在李佑震准备起身离开时 他心脏起泊气的开关 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大秀见状迅速把开关剪了起来 局面瞬间发生了扭转 是复仇还是放手 看来现在一切都掌握在大秀的手中 然而李佑震并没有理睬他 转身向电梯的方向走去 就在他按开电梯门的那一刻 大秀最终还是选择了按下开关的按钮 而这个操作也将他彻底推向了地狱 没想到李佑震不但没有因此而死 房间里竟然传来了大秀 和美道做爱时的声音 原来这个开关 根本就不是控制心脏起泊气的 而是一个录音机的遥控器 刚刚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李佑震对大秀的考验 他策划了所有的事情 最终就是要等到这一刻 让大秀亲自按下这个按钮 至此他的全部复仇计划 才真正宣告结束 此时空旷的房间里 女儿美道的声音声不绝于耳 这对大秀而言如万箭穿心一般 而完美实施复仇的李佑震 此刻也并没有解脱 他的脑中回想起那天在河边的场景 原来大秀最后的推断是错的 李佑震并没有杀死他的姐姐 当他们姐弟乱伦的事情 在学校传开后 李秀衙想带着李佑震 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最后李佑震还是没有勇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 独自坠入了河底 此刻李佑震的手 缓缓变成了枪的形状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杀 去另一个世界寻找自己的姐姐 事件一晃来到了冬天 在一处深山老林里 大秀找到了那个催眠师 由于没有舌头不能说话 他只能将自己的请求写在了纸上 大秀希望催眠师 能再次将他催眠 帮他消除掉之前 所有不堪的记忆 催眠师答应了他 等大秀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雪地里 这时每到穿着一身红衣走过来 他满眼心疼地看着大秀 不停地帮他搓手取暖 最终两个本不该相爱的人 抱在了一起 电影至此全部结束 老男还是挑战于复仇 三部曲中最精彩的一部 但许多人看完后 都表示没有看懂 甚至有人说 它是一部宣扬乱伦的垃圾影片 其实电影真正要表达的 绝不是乱了 这种畸形之恋只代表的是 少数人和少数个体 电影真正要诉说的是 这些少数个体的命运 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 往往只能以悲剧来收场 显然李佑正和他姐姐的悲剧 并不是因为大秀的一句话导致的 他们的乱伦行为 从一开始就无法被社会所接受 所以世俗的伦理体系 才是杀死姐姐李秀雅的真凶 这也是李佑正变态复仇计划的根源 而社会对个体的进步 难道就一定是正义的吗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曾反复出现 纵使我是一个情少 难道就没有资格生存了吗 或许导演想表达的主题正是如此 希望社会能更多的包容 和接纳这些个体的存在 而手机前的你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我是利格 我们下期再见